天晨天还没亮 数十人相约公庙前谈判 分成两派人马 突然在上方其中一位穿背新男子 冲进车阵中对空敏枪 近距离在对着人开两枪 同伙的人立刻上车离开现场 受枪伤的男子倒在地上 一群朋友讨论了一阵 七手八脚把人抬上汽车后座 这时警车刚到场 眼睁睁和当事车辆擦身而过 家属口中的女生疑似就是开枪男子的女友 也是引发枪疾的关键 这里是嘉义线布袋证 开枪的27岁江姓男子是当地人 28号凌晨和30岁正姓男子相约谈判 双方都找两三辆车十多人来助阵 过程中擦枪走火连开三枪 造成30岁男子右大腿下腹中枪送医 开枪男子似乎是亲友眼中的头痛人物 也常有年轻人来拜访出入复杂 其实谈判过程中不只他拿一把短枪 同一伙人也有人拿冲锋枪示威 长短枪全都被警方查获 但枪支来源是谁 枪支种类也还需要再鉴定 TVBS新闻基建亨嘉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